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听不懂食欲啊 我们去打烬炉 老板 吃两份鸟笼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叫刘坚 平时大家叫我坚哥 我是一间店的刘坚 平时我就是负责食材 米豆 饭多些 就剩下这几份了 好吧 二 三号一个肥牛 一个牛肉丸 好 还有什么牛板叶 这是辣鸭肠 鸭肠 对 是我们店的特色 我叫苏月琴 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 我开店之前是做金融的 现在负责买单跟管钱 赶了哦 谢谢 两个人 两个人你们空走都可以走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男人的 美方没结婚之前我们就热死了 不然她拿她那个 怕红变了 要那么漂亮呢 她那桌面全都摆着 你想吃什么 就随便拿就行 这个食材 全部要靠抢的 一窝蜂要去抢 就连我吃她的 因为都得站在旁边等着其他吃 我们家清汤是用铜骨熬制的 我们的汤底是清汤的 没有盐 没有任何添加剂 所以 香料汤是最能够体验得出 食材新不新鲜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栋 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早上 陶哥 早上 那你有什么 这些人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 好东西都留给我 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 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 自己拿斗自己动手 没有过关的我就不要了 老师 你有没有凉货干嘛 我们的菜单 就是季节性来调整的 只要市场上有口味的食材 我们也会采购回来 分享给大家 顾客吃得开心 那我就开心 我们这家店呢 主打就是生料 但是很多人都是冲着我们的牛肉来的 牛肉的主打就是四五种 有些肥牛 钓龙 健子肉 是花牛肉 是一种很长的 小肥牛肉 就是口感 比较乱 恐怕忍 看起来肥肉 其实吃了肥肉 吃了肥肉 食肉是很脆的 健子肉吃了肥肉 就是比较痰的 我最喜欢吃牛肉了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 特别好吃 吃起来的口感 它是特别脆的 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 保留得比较好 打边炉 这个清汤火锅 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我帮你调吧 好 我们家这个打边炉除了食材新鲜 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 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 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 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 加一些平常的香菜 还有蒜蓉 辣椒 这锅酱料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 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 一个是黄皮酱 还有一个是香辣酱 还有一个是香辣酱 好奇哦 小灰 对 喝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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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年了吧 你用的那种 熬夜又老了是吗 买最贵的化妆品 熬最神的夜就是我这种 有时候我看他太贵了 我都有点嫌疑他老婆 其实他自己一恋 我熬的白菜就让你不痛 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 坐了这家店之后 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 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但是他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 那种人呢 太复杂了 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 你采访我老婆 没事的讲一下 我老婆可以讲 她很能讲的 我不能讲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一句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住间店 那他开心就OK了 好 我现在想和我的闺蜜 果锅和英婷一起吃宵夜 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跟我的闺蜜 蕾蕾 欣欣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 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 一起变胖 女闺蜜没有 不敢有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 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 为什么 因为我爱她 啥事都喜欢跟她一起做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 她要往红博 鞋打的闺蜜 流水的情人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 孟瑶 慈恶 还有孟延一起吃宵夜 我一个闺蜜 沙拉好多年 从初中 识到原在 梁翁 我想跟你吃宵夜 快点来啦